8月是明星分手季,但当梁子和秦俊杰宣布结束恋情时,大家还是吃了一惊,因为前不久这对小情侣才被拍到的片场堂若无人秀恩爱。 关于两人分手的原因,网上传言纷纷,张询,袁丁言等女星均不幸中枪,不过随后秦俊杰工作室发表声明,强调秦俊杰和杨子之间,并不存在劈腿,小三等因素,二人到底因何分手至今还是一个谜。 更可以肯定的是,杨子对于这段感情一直缺乏安全感,由网友挖住之前杨子上,亲爱的合战,讲过的一般话,他似乎做了一个梦,梦见男朋友和同组的女演员谈恋爱,剧组的人对他很冷漠,然后他就哭了,杨子还说这个梦特别清晰,哦,让他很害怕,很难过,杨子这么缺乏安全感,可能跟情绪也有关, 也可能是他的性格使然,因为除了感情外,他在事业上,也是嫉妒不自信。 在很多人眼中,杨子演了《家有女儿》一出道极高峰,足以让不少熬了多年的演员羡慕,但是杨子本人却说,你真的不知道,我到时是怎么过来的。 他甚至表示愿意委屈求全,去验女儿女三,杨子曾经讲过他带二拍完战场杀后有长达半年时间接不到戏,他曾经讲过这样一段经历,有一次跟剧组联合同都签了,结果还是被投资商的女儿顶替了。 剧组还连夜让我和妈妈全部赶走人,当时我们哭成了一团,即使一直被虐,杨子却从来没想过退圈,我姐姐,他们都在银行工作,还有当公姐的。 但我觉得都没演戏好,我就是和每天在片场,习惯了这种生活,既然不想被淘汰,杨子只能为自己减肥,从小牙决定减肥到拍关乐送,她一年没吃过晚饭,然而,也因为受成了一张锥子脸,所以杨子一直被质疑整容。 对此,她是这样解释的,很多人觉得,我跟小时候长得不一样,但是11岁跟23岁肯定是不一样的,其实这也说明,我比以前长得好看了,还挺开心的。 不过杨子曾经讲过不介意去整一整,如果一个戏告诉我,需要我去贴近那个角色,必须要去整,或者必须要去动一些地方,我是OK的,为了戏的话。 我觉得都是值得的,杨子坦言自己的心思都放在演戏上,所以在接人待物上不会那么有情商,她还强调自己只会演戏,如果不演了,会没有安全感。 因为只有演戏是我唯一了解和明白的东西,缺少情商,缺乏安全感,不知道这些缺点,是不是也是导致杨子和秦俊杰分手的原因之一呢? 不管怎样,既然她那么爱演戏,那就希望以后能看到她的好作品,而不是各种花边新闻吧。